吴亦凡被刑局的消息传出来后 把所有人都震惊到了 跟他有关的人也都在纷纷提亲关系 李雪芹也取关了他 并将跟他有关的微博和合照都删了 编剧66也力挺过他道歉 而同样力挺过他的马薇薇却始终没有表态 但现在很多品牌都把跟他相关的内容给删了 在编剧66之后 紫金城也转发评价了吴亦凡事件 称好魔幻 感觉自己都快退役了 还嘲讽他的故事构思能力都有点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 早晚会被读者和观众所抛弃 而在紫金城的微博下 叶玄也留言表态 称这个典型抓得好 以后看谁还敢潜规则乱睡 他也是第一位出面评价吴亦凡事件的艺人 再配上他的微博头像 网友都表示太刚了 最让人意外的是 吴亦凡的昔日好兄弟申凯文也发博内涵了他 他晒出照片 用英文表示 永远不要因为坏人而放弃做一个好人 而且他还在其他社交平台表态 称在这一刻我只能说 好人总是团结在一起 是有原因的 申凯文发博后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因为关注过吴亦凡的人都知道 申凯文和他曾经是最好的兄弟 两人相识十几年 申凯文是含义美籍 他在06年进入SM当练习生 07年和吴亦凡相识 之后他们朝夕相处了三年 每天都在一起练习也住在一起 直到2010年 申凯文离开了SM 但他和吴亦凡的关系并没有就此切断 吴亦凡也一直不顾公司的劝告和他来往 吴亦凡回国后 跟他更是形影不离 申凯文去过他的生日会 吴亦凡带他路过中国有嘻哈 还跟他在一起写过歌 他走到哪身边都有申凯文 因为吴亦凡的名气很大 回国后他处处都在关照申凯文 所以他曾经也是吴亦凡粉丝 最羡慕的对象 而且申凯文在采访中提到过吴亦凡 称他们都是双方最好的朋友 关系甚至比吴亦凡在EXO的队友还好 申凯文称他和吴亦凡就像家人一样 他的妈妈就是吴亦凡的妈妈 吴亦凡的妈妈就是他的妈妈 也希望他们双方都不要改变 关系能一直这么亲密 但他们却在18年的时候闹翻了 吴亦凡INS也取关了他 当时吴亦凡的粉丝 说是因为申凯文背叛了他 把吴亦凡的资源卖给了他的对家 但也有人觉得 这是吴亦凡粉丝面粉的理由 因为此事 申凡文也一直被吴亦凡的粉丝骂 在申凡文发博后 现在吴亦凡的粉丝也都在他的微博下骂他 说他最没有资格说吴亦凡 还有粉丝表示 为什么不在他刚开始变坏的时候 拉他一把 指责他没有心 这时候还来踩他一脚 但吴亦凡都被拘留了 还有粉丝替他说话 也是挺令人匪夷所思的 但吴亦凡的事情 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严重 据爆料他涉嫌的不只是强奸 现在他的公司大门也已经紧闭 据悉他还供出了其他几位艺人 这个瓜后